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珍善美志工成立20年 珍式设立数位学院 现在面对新的传统科技 用数位来学习 改变过往实体课程培训的方式 所有教学内容都将线上化 开始第一天 特地邀请学者分享 线上课程内容的制作与方向 人工智慧可以改善未来人类生活 可以对人类做出愚蠢的事 虽然过程很文化 但是科技最终会改变到每一个层面 北中南全台65位资深人文志工 共同参与拟定课纲 要颠覆过去的作业习惯 刚刚在听文字课 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文字课程 变成一个有效简洁 可以把它传达出去的影片 这个感觉上就蛮好的 很多网络上的平台 就是用可能用很幽默的方式来呈现 那些点阅率是很高的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课程把它切割 变成每一个单元大概是20分钟的方式来呈现 那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去得到这个专业知识 那么并且更容易 更容易招纳一些年轻人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这是真善美之工成立以来第三次的转型 要让人才养成更有效率也更有趣 该新闻真善美之工 谢荣祥 胡淑慧 台北报道